词曲 出发 肚子未开始吗 在肚身口 没你是在靠什么董董啊 咦 baby啊 你是一个有教养的孩子 行路这种季節 我的甘味的看口是 媽媽 我是為了要出去玩東西給你吃 這才是咖啡層真圓圓 我的咖啡層真甜 哎呦 媽媽的小眼 寶貝真得這麼大麥 好告訴我們有這罐做團餅 無關是豆香 香香 或是烏青激化 都很好用的喔 你們阿祖以前為了要吃三隻小豬 為固定的人說 吃下去就像這罐滿好的喔 媽媽 這罐放鴨鴨跟沒過期 老師說現在的火星食品就很多耶 這咖啡是火星藥品 今天人家有香沒嘴 不要這麼夠的啦 用這罐滿滿的 吹吹的名字的困天公 就會消敬鐵風啊 來 拍下去 特別一點 喔 很聽啦 媽媽 罵啦 大人 大人 又很緊張 喔 罵啦 罵媽 咖啡 罵啦 我這麼聽啦 baby 啊 求人喔 求人喔 小朋友 小朋友 前面 小朋友請出來 我覺得很有趣欸 我本來想說會有什麼樣 KUSO創意的第二段演出 沒有想到他們從這個螢幕的背後 走到前面來了 對 就是讓舞台上的戲呢 變成台前的戲了 對啊 好 老師你們剛才戲表演得很好 可是聽說你這個偶 這個平影戲的偶 聽說還有一個專利 是的 因為平影戲呢 是我們很傳統的一個劇種 那古代呢 這個平影戲是從中國大陸傳過來的 傳統的平影戲不會轉向 傳統平影戲這樣走出來之後 因為它是二度空間表演 它必須這樣走回去 但是經過我們不斷的改良之後 我們又得到專利 其實我們的戲有做成連動 好 可以這樣轉過來 所以在影偶上它就可以 其實它是一個很簡單的機構 但是小朋友動動腦 你就可以創造出改變過去 創造未來的一個新玩意 小小的創意 就是你在觀察中就會發現 對啊 雖然這個是學長 學姐們幫學弟學妹們做的 可是其實很多巧思在裡面 讓他們可以做更多更靈活的變化 是的 好的 現在我們要請評審老師來給燈燈 一個燈 一個藍燈 兩個藍燈 三個藍燈 給自己來拍手 給自己拍手 所有安靜分享的同學 你們獲得了三個藍燈 表示老師認為我們的表演呢 非常的精彩一致通過喔 好的 那現在呢 我們就要請我們的李其昌教授 來幫我們做個講評 我是覺得說 孩子呢不管是在台後的表演呢 他的發音 還有在台前的表演呢 都是很認真的 那我希望說 藉由這樣的一個 Beer Teacher 就同才的這個教學 能夠持續地滾下去 那讓我們不只是 這個安靜分校呢 是一個常勝軍 也可以慢慢地影響到 大南國小的總部啊什麼的 讓他們一起來跟你們看齊 一起學習 謝謝 謝謝 謝謝李老師 好 接下來我們請台北市立大學 視覺藝術系的 蘇正銘教授為我們講評 第一 這個腳本是兒童創意腳本 不是老童話老故事 所以有創造性 第二呢 這個皮影戲也是有創造性 其實用的是直影戲 用卡子去上次 但是這個直影戲又在二度創意 讓它有180度的轉換 所以這個是值得給掌聲的 謝謝蘇教授 謝謝蘇教授 另外有一點 就是他的這個台詞 讓孩子們用自己母親的話 說媽媽為母語 所以每一個台灣人 要從自己的母語 學到國家公典以後 再來學外語 我們可以站在我們的高雄 用全世界來做朋友 以上我們給大家祝賀鼓勵 謝謝 謝謝蘇教授 蘇教授 對 那再來洪老師 因為這個跟傳統文化藝術 也是有關係的嘛 所以請到台灣石頭望民俗 記憶發展協會的 洪文帝秘書長 來聽我們講評 大家好 大南安靜國小 他把這個原汁原味的傳統戲劇 皮影戲 表演得非常的道地 那故事也具有鄉土的教育性 特別的是他講話 特別清晰有力 對話他也特別的逗趣 我也是在做這個傳車 這個我們這個台灣師 讓我們一起為這個傳統來加油 兩個字共勉 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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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所以接下來呢 福朝國小要帶來 熱鬧滾滾的跳鼓陣囉 Let's go 福朝國小在民國35年 因為我們這邊在加南平臉 很多養牛 晚上睡覺的地方叫做牛丑子 牛丑子呢 台語就是無調 但是如果今天在這邊睡一個 牛丑國小好不好聽 不好聽 所以我們就把幾個諧音叫做福朝 在民國81年的時候 我們校長對民俗傳統技術比較有興趣 我就開始一直組隊訓練 從81年到現在已經做是22年 進入23年度 這23年來 在表演訓練過程當中 我們跟學生的互動之下 我們發現到跳鼓陣帶給我們很多的額外的榮耀 參加跳鼓陣的小朋友 我們發現到因為他故事要體力好 同時他要會講做團隊體力 因為一個動作一個節奏 所以只要一個人錯就會交到整體的表現 所以我們在長期的訓練之下 兩位參與這些學生他們的專注力非常強 他們做事的效果會比較變強 有很多品性單親教育的學生 或者是德派教員的學生 我問你的學生 參加跳鼓陣的時候 品性幾乎都會變好 他比如說會講帳話 會打架起 老師當然來參加普通的幾乎是不再發生 因為我們這次的團隊是一個容易的團隊 所以不可能有再發生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學業方面當然是 我們是有很多傑出的表現 像我們交了二十幾年的跳鼓陣 我們在統計我們的畢業校有很好的表現 當醫生的 當醫師的 很多個 由此可見參加跳鼓陣的學生 不只是身體好 其實它品性好 它還有學業也好 這個是我們非常有肯 自己非常有信心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這次跳鼓陣 值得大家來推展 跳鼓陣很開心 會不會太好 翻譯 ? ? 有 有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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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陈老师你们这个社团成立很久了对不对 对81年到现在进入23年 有兴趣像学这个需要一些舞蹈基础吗 或者是一些什么基本的条件吗 只要你有热情你肯运动 我们是标榜的是健康欢乐 你可以看到大家气喘如牛 很活力很累 所以说它一定是身体比较健康的 它有一些现代化 加上一个现代的舞步 但是又怕说它失去传统的意味 所以我们尽量保留传统的一些正式它的舞步 可是老师我刚刚看到一个很厉害的技巧 就是同学们有点像是蹲下还是什么 就是这样子啦 你知道吗 就是对你们很快就起来 这个会不会受伤啊 那个大腿会啊 如果你不小心那个膝盖很容易就碰到地上 那我说不可以请一个同学出来教我怎么跳那个舞步 然后你要边敲锣边跳对不对 好 預備 开始 还转身 慢一点慢一点 什么 等一下 去哪了 你刚刚有故意加快吗 没有 还是一般的速度吗 没有 他已经转圈了我们还在前面那样子 对啊 而且我蹲下发现他 不然他这样 我觉得怎么了 然后就往后面去 我们在转 我们在准备要转过去他已经转回来了 对啊 你这个会练很久吗 还好 这个是不是跳鼓阵里面算是比较难的动作 应该是 比较难 比较难 好我们先谢谢这位同学 谢谢你喔 那陈老师 但是这部分是比较算传统 因为你刚才说不想要背语传统太多 可是接下来一段表演 是不是更有创意的表演 对 接着是我们要结合那个一些 民间阵头常常碰见的时候 有这阵头相卸祸的时候 所以我们 待会也会加上一种创意舞师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创意舞师结合 有新的成员要加入咯 Let's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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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